西翻亚书第三章 这叛逆、污秽、欺压人的城有祸了 他不听话、也不受管教 他不倚靠耶和华、也不亲近他的神 城中的领袖都是咆哮的狮子 城中的审判官是夜间的豺狼 什么都不留到早晨 城中的先知都是轻浮诡诈的人 城中的祭司亵渎圣物 违犯律法 耶和华在城中是公义的 绝不行不义的事 他每日早晨都显明公正 永不止息 不公义的人却不知廉耻 我耶和华已经剪除列国 他们的城楼被毁 我已经使他们的街道荒凉 以致踏无人机 他们的城市荒废 以致无人存留 无人居住 我说 他定要敬畏我 接受管教 这样他的住所 必不会照着我原定 对他的惩罚被剪除 可是 他们殷勤行恶 败坏了自己一切所做的 耶和华说 因此 你们要等候我 等候我起来指正的日子 我已经决定集合万邦 招聚列国 把我的圣怒 就是我的一切烈怒 都倾倒在他们身上 因为全地都必被我的渡火吞灭 那时 我要使万民有洁净的嘴唇 他们全都可以呼求 耶和华的名 同心合意 侍奉耶和华 敬拜我的人 就是我所分散的人 必从古石河外而来 给我献上礼物 到了那日 你必不因你背叛我所做的一切 感到羞愧 因为那时 我必从你中间 除掉那些自高自大的人 在我的圣山上 你必不再高傲 但我要在你中间 留下谦虚卑微的人 他们必投靠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的渔民 必不再行不义 也必不说谎 他们的口里 也没有诡诈的舌头 他们吃喝躺卧 没有人惊吓他们 喜安的居民啊 你们要高歌 以色列啊 你们要欢呼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 你们的刑罚 赶走你们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在你们中间 你们必不再惧怕灾祸 到了那日 必有人对耶路撒冷说 喜安啊 不要惧怕 你的手不要下垂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 祂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 必因你欢喜快乐 必默然爱你 而且必因你喜乐欢唱 那些属你 为了切勿大会而忧愁的人 他们担当了羞辱 我必招聚他们 看啊 那时 我必对付一切苦待你的人 我必拯救那些瘸腿的 聚集那些被赶散的 在全地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们得称赞 有名声 那时 我必把你们领回 那时 我必把你们奇迹 我使你们被掳的人 归回的时候 必在你们眼前 叫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 得称赞 有名声 这是耶和华说的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